目前整个救援的最新进度来看台铁29次的自强号列车 那么现在已经造成了9个人受伤 台铁在今天早上8点全数已经完成了复轨 那么接着也办理了轨道还有号制设备的复旧作业 只是何时可以抢通呢 联系给记者蔡永恩 好的我们东森新闻团队在花点为您掌握新自强号的最新进度 而您可以看到目前所有事故列车的车厢都已经脱离 来到了车站这边停放 根据台铁的说法呢 目前先专注于整个隧道还有车道的抢修 至于这些车厢该怎么办 后续可能会送到机物段来进行维修 不过呢还是以抢通纤为优先 另外呢也带您回顾 昨天事发就在下午近5点的时候 这台229次的列车呢是撞上了土石流 所以从空拍角度带您来看到呢 当时旅客也是从这个隧道口走出来 因为呢当时是因为有土石流的缘故 所以呢大家都走得非常艰辛 而从今天的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其实隧道上面轨道上都还是有一些泥沙存在的状况 至于说也有人质疑 为什么这一次台铁没有落石告警系统发挥作用呢 其实台铁也是说明落石告警系统是装设在东正线 而这次的土石流是发生在西正线 尤其呢因为这几天花连大雨不断导致说土石松动的关系 所以呢当时这个土石流是沿着西水暴涨 一路的蔓延到了整个轨道上 才导致说这个列车呢刹车不及而撞上了 这起事故呢也造成9个人受伤 其中是司机员的伤势最为严重 它是右手有出血性的骨折 目前也还在医院救治当中 至于说目前整个抢通的进度呢 台铁是说明最快会在今天的12点左右完成 而在完成之前呢 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车的 有一些列车是受到影响 不过呢他们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连夜的抢通 现在包括车厢已经移出来了 内部呢也是已经清除土石了 后续现在正在进行包括耗制或是电路等等设备的处置 预计最快中午会完成抢通 以上是现场最新时间交换棚内 再次进行